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指月亮》这个故事呢 其实讲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然后老一代的京剧艺术家 他移民到美国之后的故事 为什么会选择主角是一个京剧艺术家呢 是因为我觉得京剧是最能代表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精神面貌的一个元素 这么多人移民到了美国 这些老的艺术家 是什么让他们背井离乡的过来 然后来到这里之后 还在这里开京剧社 教学生 这样去传承我们的文化 京剧呢 其实是中国一个文化象征 它是里面重点宣传的 我们是一个民族器杰 台上是什么样子 台底下就叫你做了 所以这个民族的精神是不能丢的 新移民来到美国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好多人在国内很有成就 回到了美国来以后 最大的问题就语言问题 所以呢 基本上语言不好的人 他等于失去了半个世界 其实很多人呢 他们觉得说 移民生活是很光鲜的 然后外国月亮特别圆满 但其实我自己呢 就出生在一个移民家庭 我所看到的并没有光鲜 更多的是那一辈人 他们的心酸 他们怎么在一个完全陌生的 背井离乡的环境下 他们怎么去挣扎求存 所以我特别想 就是把不为人所知的部分 展现出来让大家看看 真实的移民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本子我当时看了以后 就是特别的喜欢 那种喜欢就是觉得 它打到我了 可能在国内我们不了解 有这样一群人存在 但其实电影它最大的意义 是在告诉我们 有这样一群人存在 那这群人其实并不是 像我们想象中那个样子 让我们更多地去理解 和了解这群人 菲斯是个很有野心的导演 他同时非常对片场 非常有掌控力 这一次当他邀请我 我就一口就答应了 要加入他剧组 那我自己来说 我来这边九年了 我对这个剧本 其实上非常的有共鸣 在现在互联网 那么发达的时代 咱们看Instagram 看微信 看Facebook 看的都是生活光鲜亮丽的一面 那殊不知其实让更多更多的人 他们的生活 其实让是计算的柴米油盐过日子的 当第一次跟导演见面的时候 这导演那么年轻 他对这个年代会有这种体验吗 他能够把握吗 但我们第一次聊天之后 发现原来他做的功课是非常足的 他对京剧 对那个年代的体验 包括他的家庭背景 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是非常兴奋的 他给我们摄影组流的创造空间非常大 不管从镜头的运用 还是打光方式 还是从场面调度 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这也让我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期待 那作为美术方面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片子 不光它是一个年代戏 更多的是因为 这文凭和老金这两个人 他人物上的一个落差吧 所以说怎么样去布置 他一个生活环境 他的一个家就更真实 就是让人看出 他们精神世界的追求 但是他们现在生活 能达到的一个现状的一个水平 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美术 我觉得可以去 好好去思考和创作的 难度是在于我们有六个地区 我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去完成这么一个跨年代 高质量的拍摄 我们已经有了过硬的团队 再加上我们充足的前期准备 再加上您的支持 我们一定能呈现一部 非常精彩的作品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